国语有生善书 皇母家书 无极老母娘之心生与讲解 世人皆是我儿女 儿女遭劫娘悲伤 老娘哭得干长断 合法换儿还家乡 群下先佛临凡事 设立大道化八方 三教归一同周度 谁来修道谁免秧 万教道祖同护佑 免节免难得吉祥 修了道得安然热 不修男女劫难党 天道上天挂了号 拆了灵官护善良 伦理刚长一贯讲 先天道绝一贯详 劝人安分守正道 劝人弃携存天良 一封书信秦传颂 全凭一贯劝于忙 谁能讲解这书信 化人功得到天堂 也算孝敬老无生 替娘换儿还家乡 谁能印传娘书信 老娘保你脱解秧 公园裹满灯仙品 在世也能得安康 讲解 无极老母娘乃是所有众生灵性的先天母亲 老母娘看到凡间的孩儿们受到灾结苦难 内心是非常难过 没有一位母亲愿意让孩儿遭受灾殃 但是这些灾难全都是人们自找的 因为我们一个恶念 恶行都会产生恶的因果业气 这些恶气累积就会形成灾难 该讨报就讨报 该受难就受难 因为因果定律是连大罗金仙 佛祖菩萨都难以阻挡 所以有句话说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就是说菩萨害怕自己种下恶因 所以坏的念头都不敢去产生 但是众生很爱种下恶因 却害怕受到报应 所以众生要说很奇怪 确实很奇怪 希望众生去行善修道吃素 有时像要他们的命一样 但是做坏事时却拼命去做 不管三七二十一 能赚到钱就好 可惜死后钱却拿不到 用不到 反而做善事的人 可以远离地狱的折磨 做坏事的人却只能苦苦哀求 无极老母娘用尽办法 只希望孩儿可以回到天上的家 天上所有仙佛都愿意下凡唤醒兄弟姐妹 所以老母娘设立天道 三教归一 直指自信 把万年来佛祖不随意告诉心法 传道人世间 只希望孩儿可以速速成就 若有亲口修道者 就准于免去灾殃 就算有灾难 也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因为有无极皇母的意志 赤令诸天神圣保佑全天下的修道人 这是何其神圣 要清楚知道没有修道的人就会按照原本命运的安排走 但是现在太多人吃肉杀生 这些死掉的动物之灵也是无极老母的孩儿啊 动物死掉是充满怨气 因为没有人愿意割下自己的肉给别人吃 怨气冲天 形成贡业 贡业最可怕就是让大灾难一次性爆发 假设没有修道人原本按命运可以活到60岁 贡业发生时 管他三七二十一 没修道的人就没有护法神护佑 遇到灾难照样死亡 哎 真难过 为什么一定要吃肉呢 有哪一位佛祖菩萨是吃肉而有金刚不坏之身呢 济公活佛说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世人若学我 如同禁魔道 因为济公活佛有神通 肉是香菇变的 酒是清水变的 仙佛根本没破戒 所以众生吃肉如同禁魔道啊 别再冤枉济公活佛了呀 求了天道可以天堂挂号 刚常伦理好好落实在生活中 人道若失 则无法气印天道 先天大道心法不在于玄 而是在于脚踏实地落实 有缺点毛病就改掉 用包容心与感恩心面对家人与大众 不要看别人的错误 只需严格反省自我 这才是正道与天良 老母娘希望大家将此封家书传给还没修到的孩儿看 让所有孩儿愿意求到修到 进一步可以亲口吃素 这度化人的功德准与让孩儿上天堂 也是孝敬无极老母娘的行为 替老母娘分忧唤醒迷儿上礼天 若有人愿意宣传或印诵家书给大家 老母娘保佑您脱离栽秧 未来功果圆满成仙佛 在人间时可以获得安康 无极老母不虚言 只要诚心修大道 持之以恒道终身 保您回去上天堂 无生母写书一封 秦传遇儿女之音 为儿女东土受灾 刀冰临瘟疫染身 快回心修持一贯 龙华会好见娘亲 正月里是新春 老母枯尔泪试金 儿女们入迷津 速寻门路找娘亲 一封书信传给你 儿女见信早回心 养身法 习要勤 回家真觉要寄存 呼吸调顺先天气 寒阳本来一点真 此事还原一鸣路 不休难见老娘亲 二月里龙头台 老母哭儿泪满腮 一封书早寄来 儿女莫名酒色彩 若不肃寻明绝路 丧在苦劫怨谁来 真天道 世上百 九转丹道明世界 这是还家明白路 一步一步登摇台 苦修中有团圆日 母见儿女心花开 三月里 三月三 盘桃会上言群仙 老母见儿多迷世 书信这才往下传 酒练红尘无回日 老母响而传法言 真天道 大法传 不度无缘度有缘 有时儿女登舟罢 吃了仙丹到娘前 仙丹原是自身有 老母传法快练丹 性光练足十六两 老母见了心欢喜 四月里 立了下 原姓儿女落谁家 一封书信写完毕 三教替娘去传法 真天道 明传下几个励志练黄牙 有心儿女快行行 顺着路线练回家 三贵酒叩拜老母 娘见儿还喜气家 五月里 端阳天提起儿女 娘泪脸 儿女们 坠苦烦 不知回头登法传 一封书信早寄去 怎么不见儿回还 真天道 大法传 五眼痴迷不赶钱 贪吃荤腥不摘戒 拉下冤账和食碗 刀兵劫内死的苦 瘟疫水火更伤惨 娘为儿女遭劫难 设立天道劝臣烦 真道全凭一贯掌 还原绝路金鸣传 烦体练成金刚体 后天练的反先天 六月里 热难党 老母响而哭断肠 傻儿女 丧天良 不知回家笑老娘 贪恋恩爱和名利 使心用计昼夜忙 黄泉路上无老少 地狱苦行更难挡 先天道 破黄梁 到处劝化立佛堂 有志儿女快进道 线路断时空叫娘 早寻婴儿会差女 竟是奥妙莲花香 七月里 七月七 老母哭而泪悲涕 儿女迷向哪里去 寄去书信之不知 积传训 杜鱼迷 世上真道只有一 有诗儿女竟心恋 阴阳恋成金丹丽 公元国满丹书照 天风爵位佛先起 八月里 中秋节 老母哭儿泪悲怯 探儿女将遭劫 因儿气症随了邪 老娘书信贫寄去 不参娘亦将书撇 你遭劫苦娘心挂 苦口良言心怯 借鸡笔 沙盘血 呼唤儿女先圆节 有志儿女 速进步 公元好去朝金缺 九月里 崇阳天 老母哭儿泪不甘 傻儿女 失本源 忘了本性被先佛 一封书信 换步行 坠在苦劫万万年 历天道 驾词传 明确明 讲度有缘 指望儿女脱苦恼 莫妇娘的好心田 为众儿女泪难止 娘的心思戒乱传 十月里 历了东 老母哭儿泪双清 哭儿女 不体情 竟把自己性命坑 一封书信 不参悟 劳心劳力 好神经 三宝 好尽归音符 往来轮回受苦情 历天道 画群蒙 快登道 按练千拱 采取三花鼎中练 舌尖甘露 自春蓉 乾坤 教太生真体 十月道 胎生天宫 儿女 早醒 求天道 失此机会 遭劫胸 十一月 众东道 老娘哭儿泪悲好 儿女们 哪知想 竟把娘恩义 凯抛 书信寄来有多少 为何气 却如草毛 本来性 全妹俩 准备 节来受苦 有缘 儿女速登岸 节来 想修就完了 老母喜的道德高 老母喜的道德高 十二月 整一年 老母叛儿心愁烦 二和女 媚心田 为何一去不回海 想二娘 才写书信 儿女你竟忘老娘 你知贪恋假色相 难舍恩爱冤孽产 大节制 甚伤惨 苦劫死的绝人焉 财产无 恩爱完 死坠地狱深难翻 皆为娘前缺了孝 娘的书信撇一边 老母越想心烦恼 书信撕碎不度反 停了渡 开了船 想修天道难上难 刀兵节 瘟一染 火也烧来 水也焉 刚风起 太伤惨 天塌地 现人死亡 当初度你不回转 看看可怜不可怜 修道 儿女生天去 自去逍遥为佛仙 不论老少男贡女 不论富贵与贫寒 皆得天盘 想快热 再不叫你灵苦凡 修道 再世也安稳 半顾俗情 半修仙 娘插佛仙 护佑你 大节来时不爱咱 老母并无虚言语 儿女不信弥凡间 听左道 小人言不修天道难还原 天堂地狱两挑路 儿女个人打算盘 老娘切主难言尽 只短话长血不全 唯望儿女把船上 儿女得安娘心安 还家绝路戒乱名 佛子戏参皇庭经 欲扫尘缘新仙境 堪破假象中成空 气不忘动能俯虎 心不忘动祥德龙 至于至善极乐国 竟急生动圆阳生 采取秋天乾坤泰臭皮囊 离产仙童 九转丹绝妾要语 外儿治和内治中 是真原人才惊醒 一件书信将传灯 立志托了家和索 性命双修超攀龙 再是能孝父和母 道成一孝老无声 不负老母疼儿女 日月祭书换余盟 离书换余盟 南無厘的尊佛 南無厘的尊佛 南無厘的尊佛